這期影片會完整的展示給你 邏輯正確上傳一部YouTube影片 上傳YouTube影片看似很簡單 但是其中有很多關鍵的步驟 會影響到你的影片在發布之後 是否能夠獲得最大流量 所以你要認真看完這期教程 我會在影片裡面分別展示 電腦端還有手機端的上傳步驟 我是Greyson 這頻道主要是泛關於 YouTube頻道原因 流量變現 以及網路傳染內容 我每次都會分享三部影片 隨意到記得訂閱我頻道 最後來把這些教程裡面的 影片上傳步驟 整理成了一份影片上傳清單 以書面的方式 告訴你每一個重要的上傳步驟 這樣就可以在你上傳影片的時候 去打開對照 防止遺漏 你可以通過影片消防鏈接 去免費的領取 想要去上傳一支影片 你需要來到YouTube首頁上面 然後點擊右上角就加號 就是建立選項 這裡面有個選項就是上傳影片 同時你也可以進行直播 或者是建立貼文 我們今天就選擇上傳影片 然後現在這裡會跳出一個新的介面 你可以選在這裡選取檔案 去選取你要上傳的影片 或者一般來說 我都是直接拖錄我要上傳的影片 下輪的影片就在開始上傳了 底下會展示給你上傳的進度 還有所剩的時間 在影片上傳的過程中 我們需要填錄很多詳細的信息 第一個就是影片的標題 這裡我答案的名稱就是影片的標題 所以已經出現在這裡了 在網上你需要輸入影片的描述欄信息 你可以看到在我描述欄裡面已經有這麼多信息了 這其實是我已經提前設置好的 這裡我教大家邏輯設置一下 你需要來到YouTube工作室 然後選擇設定 這裡也選擇預設上傳設定 在這個說明欄裡面就可以加入信息 這些信息在你每次上傳影片的時候都會加入 並不需要你再重新的書寫 在我的說明欄裡面我現在的習慣就是 我會把我三個主要的產品去放到最上面 這樣觀眾就能夠一眼就看到了 然後在這三個產品之後就會添加影片的具體描述 現在我就加入了影片的描述信息了 這裡面也會添加一些關鍵字 去更好的進行搜索引擎優化 在底下還有其他信息 比如說我個人服務的信息 訂閱頻道的信息 在我的說明欄裡面也會推薦很多使用的工具 有包括經營頻道的 還有網路創業的 也要推薦一下我的設備 還要提供我的免費資源 合作邀約的信息 以及其他不可錯過的人氣影片 描述欄支出我的上限是5000個字 所以你能夠加入非常多的信息 如果你有安裝2Body 你也可以使用這個重複使用詳細資料的功能 它可以讓你使用之前影片裡面 所用到的一些信息 正對於上傳影片來說 也是非常方便的功能 在這裡面我也可以添加時間軸 時間軸的格式就是這樣子的 從0.00開始 在時間之後你可以添加文字的信息 就是每一個時間段它的名字 加入時間軸能夠方便觀眾 快速找到他們想要觀看的內容 接下來就需要上傳影片的縮圖了 這裡面YouTube會從影片的畫面裡面 去擷取三個隨機的縮圖 我建議大家一定要去上傳自己 自定義設計的縮圖 這樣才能夠吸引到觀眾點擊的影片 這對於影片後的流量來說是非常重要的 再往下你可以把這部影片就加入到播放列表裡面 這就是你本身創建好的播放列表 或者是你可以在這裡面去新增一個播放列表 你是可以把影片添加到移到多個播放列表裡面的 這裡下你需要設定一下你這部影片是不是兒童專屬的 我這部影片明顯不是兒童專屬的影片 所以我選了否 如果你的影片是關於兒童的 是為兒童打造的 就要選的是 這樣讓觀眾在收看其他兒童影片的時候 系統就會比較會推薦你的這部影片 然後在底下你可以做出一些年齡的限制 比如說你影片是否需要年滿18歲以上才能夠觀看 我的影片不需要年滿18歲就可以觀看 這裡如果你的影片是付費收藏內容的 例如說品牌商找你做品牌合作贊助 你就需要勾選這選項 這裡youtube還有提供自動建立章節的功能 不過還是建議大家可以自己去創建一個時間軸 這樣會更加精確 接下來就是拍攝地點選項 這個選項就是讓觀眾探索影片中出現的重要地點 像是餐廳、商店等公共場所 youtube是不會顯示你目前的位置或者是其他個人資訊的 接下來就可以添加標籤了 現在標籤的作用是非常小的 一般的作用就是如果觀眾經常使用錯別字搜尋你的影片 就可以通過標籤來增加觀眾找到影片的機率 除此之外 標籤對影片的曝光度沒有太大的幫助 雖然沒有太大的幫助我們還是可以添加一下標籤的 像我就添加了一些標籤啊 標籤的總字數不能夠超過500個字 然後就是語言還有字幕認證 一般來說youtube會自動偵測到你影片裡面的語言是什麼 或者是你可以自己選擇影片裡面的語言 然後字幕認證我一般選擇是5 這裡面還有一些其他的選項 你也可以選擇影片錄製的日期還有地點 這可以根據你自己的喜好進行選擇 再往下就是授權還要發布 一般我選擇就是標準的youtube授權 如果你選擇這個創用CC姓名標示 那就代表你允許別人去使用的內容 他們是可以合法使用的內容的 接下來一個選項就是允許嵌錄 這就是允許其他人在網站上面嵌錄的影片 再往下就是發布至訂閱內容動態消息 並且通知訂閱者 勾選這個選項就有利於讓更多人看到你的新影片 然後就是shirts重混 最後就是允許其他人去使用你這部影片的內容 去製作成youtube shorts 它有三個選項 你可以允許其他人去使用你的影片或者音訊 或者是僅能夠使用音訊 或者是你完全不讓他的人進行重混 這裡還可以為你的影片去選擇類別 一般來說你就選擇一個和你影片最相近的類別 這裡面也會有很多類別 但是你會發現可能其他類別也是相似的 隨著根據你的情況去選擇一個最貼近的 下一個設置就是關於留言和評分的 一般來說我都會選擇這個 疑似含有不當內容的留言 並須通過審核才能夠發布 並且會提高嚴格程度 就最大化的保證我社區的乾淨 然後底下有留言的評分 這裡你可以勾選是否要顯示觀眾喜歡這部影片 如果你是公益計劃的影片 你可以選擇這個選項 就新增重款活動 在所有的設計完之後你可以選擇這個下一步 如果你頻道有開通引力 你可以在這裡面打開頻道的營收 這裡面會選擇開啟 然後選完成 這裡面你可以選擇廣告出現的類型 因為我的作品影片是超過8分鐘的 所以我可以在影片的中間去加入廣告 所以我可以選擇這個選項 管理片中廣告 你可以移動這時間軸去預覽你的影片 這上面都會有數字 就代表時間 然後可以選擇一個時間點 去加入廣告 比如說在這個時間點的時候我可以插播一個廣告 我可以選這個廣告插播 這時候你就可以看到 我就在這個時間點的時候就加入了一個廣告 然後可以再挪動一個時間點 比如說在這個時間點的時候我又可以加入一個廣告 還選這個廣告插播 下面就添加了兩個廣告了 你可以添加無數個廣告都是可以的 但是你需要考慮一下觀眾的觀看體驗 並且YouTube在這裡面也提醒你到 並不是使用你插播的廣告觀眾都會看到的 它是有一定概率的 在我加入完之後可以選這個繼續 然後選擇下一步 接下來一步就是 如果你頻道已經開動收益了 你要評估一下廣告的合適度 如果你評分越準確 那麼YouTube就越能夠參考你自評的結果 去判定影片裡面可以放送哪些廣告 在這裡面你需要看一下 你影片的內容、標題、說明或者關鍵字 是否有包含以下內容 比如說不當用語承認內容、暴力內容、害能聽聞內容 有害或者有危險舉動 也其他這些內容 每個類別你都可以點開看一下 這裡面也會有更多具體的信息 這裡面我的影片不包含算數的內容 所以我勾選這個選項 然後可以選這個提交評估結果 就代表我的影片適用的收益來源 來自於廣告、YouTube Premium 還有其他的YouTube收益 例如說商品的販售 這裡YouTube也提到了 如果你自評結果明顯有誤 他們仍然會更改影片的影響狀態 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夠提供正確的評估 然後我選下一步 這裡面就可以新增影片的元素了 首先可以新增影片的字幕 如果你提供了影片的字幕 可以讓影片觸及到更多的觀眾 我可以選這個新增 這裡面一般我選擇上傳檔案 我選擇這個包括時間碼 然後選擇繼續 這裡我選擇這個我已經創建好的字幕文件 SRT文件 現在就導入我字幕 然後選這個完成 現在我導入一個中文繁體版本的字幕 接下來我可以新增片尾畫面了 我選這個新增選項 通常對於我來說 我只添加一個片尾畫面元素 所有的片尾畫面就是影片最後的20秒 在這20秒裡面 你就可以添加片尾畫面 通常在我影片裡面 我都會收集一個片尾畫面 我會添加個元素 我選這個元素 這裡面你可以添加影片播放清單 訂閱按鈕 頻道 還有鏈接 在這期影片裡面 我提到了我要添加一個播放清單 我選這個播放清單 然後選這個播放清單 然後我可以移動它的位置 移動到這個我手指的位置 然後調節它的長度 這就代表它會在這個時候才出現 所有的完成之後我選這個儲存 所以我添加了一個片尾畫面 然後我可以添加一個資訊卡 所有的資訊卡就是 你可以現在在影片的右上角看到一個卡片 如果點擊這個卡片 你就可以跳到另外一個影片上面 去觀看那部影片 通常來說 我會在影片的後半段才添加卡片 這樣不會很嚴重的影響我影片的續看率 還是一樣你可以添加影片播放列表 頻道還有鏈接 一般來說我添加的是影片 這裡面你可以選擇任何的影片 或者是你可以搜尋你自己的影片 又或者是你可以搜尋其他頻道裡面的影片 一般來說我添加的是自己的影片 像我就添加一部影片了 我可以選擇這裡刪除 或者是在這裡面編輯 去更改另外一部影片 我可以流動時間軸 去添加另外一部影片的卡片 像我就添加了三個卡片了 然後我選擇儲存 現在這裡面我都添加完了 然後我選擇下一部 這裡面會有檢查項目 YouTube會檢查一下 你這部影片有沒有版權問題 以及廣告的合適度 這裡面顯示我的影片沒有任何問題 然後我選擇下一部 這裡面你可以選擇影片的瀏覽權限 你可以選擇私人不公開 如果你開通頻道會員 這裡面還有新的選項就是 頻道會員專屬 就是專門為會員準備的影片 還有一個就是公開 就會讓所有人看到你的影片 或者在底下你可以安排時間 這裡面你可以選擇日期 你可以選擇任何日期 然後這裡面你可以選擇時間 你也可以有選項選擇 是否要視為首播 首播就是你可以和觀眾同一時間觀看影片 並且你可以通過聊天室和留言 與觀眾互動 一般來說我選擇是不公開 因為我就還可以有時間去檢查一下影片裡面其他的信息 我選擇儲存 現在就來到了YouTube工作室裡面內容選項 這就是我剛才上傳好的影片 我可以選到這裡去查看一下具體的信息 這裡面你就可以檢查一下 剛才你上傳影片的時候添加的所有信息 所有的選項都會顯示在這裡 通常來說我會添加一個英文的字幕 我選擇字幕選項 這裡面我選擇新增語言 然後選擇英文 這裡面字幕一栏我選擇新增 一般來說我選擇的是自動翻譯 YouTube的系統就會根據我剛才上傳的繁體中文字幕 去翻譯成英文 我可以在這邊檢查一下 進行修改 修改55之後我可以選擇發布 這樣我就上傳一個英文的字幕了 在所有的完成之後我就可以選擇這個瀏覽呈現 我可以選擇直接公開或者是安排一個時間 通常來說我都是安排一個時間 去設定一個日期還有時間 到那個時候再發布影片 最後會展示如果用手機上傳YouTube影片 不過在此之前 如果你覺得這期影片對你有幫助 希望能做個影片 點個讚 感謝你對我支持 想通過手機去上傳YouTube影片 你隨便需要打開YouTube App 然後選擇這個中間的夾號 在這裡面我們選擇上傳影片 這裡面你可以選擇一部影片 然後你可以去瀏覽一下整部影片 然後選擇下一部 這樣就可以添加影片的資料了 在最上面你可以添加影片的縮圖 選擇一個縮圖 然後選擇選取 現在我們就添加了影片的縮圖了 在底下你可以新增影片的描述 這裡面你可以輸入描述 只要你可以選擇影片的瀏覽權限 還是一樣你可以選擇公開不公開私人 如果你有開通頻道的會員 你可以選擇這是否是會會員專屬的 在底下你可以安排影片發布的時間 就可以在這裡面去設置影片發布的日期 還有具體時間 也可以讓你選擇是否要視為首播 再往下就是觀眾的選項 你可以選擇這部影片是不是兒童專屬 而這部影片不是兒童專屬 所以我選擇否 你可以設置年齡限制 是否需要18歲以上才能夠觀看 底下你可以設置一下影片拍攝地點 再往下就是你可以加入一下影片的播放清單 你可以選擇一個播放清單 接下去是shows的重混 是否允許其他人去重混你的影片還有音訊 然後你可以選擇僅允許重回音訊 或者是不允許重混 然後你可以設置留言的嚴格程度 你可以進行不同程度的設置 允許所有留言或者是可能還有不斷的留言 需要經過審核才能夠發布 然後還有進階的設定就是提高嚴格程度 或者是所有的留言都不需要經過審核才能夠發布 最後就是停用留言的功能 所以設置完之後就可以上傳了 現在這裡就告訴我正在上傳我的影片 然後在右下角我可以選擇媒體庫 然後選擇你的影片就可以看到有一個上傳的標誌 它顯示正在上傳一部影片 這裡就可以看到影片正在上傳 然後可以點擊這個三個點標誌 這裡面會有兩個選項 一個是刪除上傳影片 一個就是編輯 我可以選擇編輯 這裡面你可以新增一下影片的標籤 你可以在輸入之後按住回稱 它就會變成一個標籤 然後點擊右上角保存 現在已經學會了 如果正確上傳一部影片了 如果你還在尋找適合自己的影片及軟體 可以看這期影片 也會推薦給你五款十分好用的影片及軟體 如果你覺得這期影片對你有幫助 希望能做個影片頂讚 一定要記得訂閱我頻道 而且更多關於YouTube內容 追蹤IG能夠和有更多互動 我們下期粉絲見 掰掰